同学们好,欢迎来到SA小四华文网络教学之语文理解篇 为了配合练习习题,我们将会探讨六个成语理解和两个关联词词性 成语理解 第一,真相大白,义是有真实情况完全弄明白水落石出的意思 例句,经过警方一个多月的调查,这桩案件终于真相大白了 第二,如花似玉,义是像花和玉那样美好,形容女子滋容出众,外表美丽 例句,小丽长得如花似玉,拥有一大批的追求者 第三,小家碧玉,义是只平常人家年轻貌美的少女 举止端庄,小家碧玉能给人一种温柔、含蓄、安静的感觉 例句,她虽是小家碧玉,但做事却很有大家风范 第四,千辛万苦,义是数不尽的艰难困苦、力具 她经历了千辛万苦的体能训练,终于在这次游泳比赛中得了冠军 第五,此夹生香,义是形容盘级知识,使人产生美感 也可解释成,当你想到这件东西或事情,就感觉到开心和舒服 例句,啃得鸡炸鸡,口感酥脆,味道鲜美,此夹生香啊 第六,多如牛毛,义是形容很多,非常多,特别多,除了多,还是多 例句,小明的假期功课,多如牛毛,都没有时间出去玩了 成语理解就先到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关联词 关联词对于写作非常重要,它能帮助疏通句子,使作文结构更有条理,也更顺畅 同学们在写作时,常常会遇到句子连接不顺畅,或是关联词运用不当的问题 因此,学习关联词对写作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我们将探讨转折关联词和承接关联词的应用 转折关系 解释 转折关联词主要连接两个不同性质的句子 前面分句提出某种事实或情况 后面分句转折述说与前面分句相反或相对的意思 也就是说 关联词可以被想象成是连接两个大路的桥梁 它大部分会出现在两个分句之间 也就是一个句子的中间 但也有例外 有些必须配合两个关联词一起用 好,下面有个例句 请同学们阅读一边 并想一想这个转折复句有什么特点 好,例句 尽管我很想要吃那块巧克力蛋糕 可是我没有勇气告诉爸爸 读完之后呢 你们应该会发现 转折复句的特点就是 后半句不顺着前半句的意思 比如 我想要吃那块巧克力蛋糕 下半句如果顺着上半句的意思 应该是我告诉爸爸 对吗? 可是下半句却是我没有勇气告诉爸爸 这便是有着相反或相对的意思 也就是不顺着前半句的意思照下说 好,这里是一些经常会用到的转折关联词 由 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些转折关联词必须两个词一起用 而一些则只有一个词语 可是呢 它们表达的都是转折关系 好,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句子 请同学们读一读 请问这两个句子在性质上有什么不同呢? 好,例句一 我们能发现到这两个句子用了不同的转折关联词 一个是却,一个是然而 但是,两个句子的性质是一样的 都是转折复句 同学们,有一个点需要注意 虽然性质相同 但使用的位置不同 却,这一词用在小高之后 也就是人物的后面 而然而呢 则用在小高之前 也就是人物的前面 因此我们应该要正确地使用每个关联词 并放在正确的位置 接下来是承接关系 也就是所谓的step one,step two关系 解释 两个或以上的句子 一个接一个的分先后顺序说明 注意,分先后顺序这个词很重要 因此也就是说明 这两件诗不能一起完成 让我们来看一看以下的例句 请同学们读一读 例句一 小康不小心打翻了水 于是便拿抹布擦干净 从这个句子中 我们能发现 这里有两个动作 一是打翻了水 二是拿抹布 我们从逻辑上谈 这两个动作能一起做吗? 答案是不能 接下来 我们是先打翻了水 才拿抹布呢? 还是拿了抹布才打翻水呢? 必定是打翻了水 才会去拿抹布的嘛 因此 这也是分先后顺序的意思 例句二 例句二 小微先进了教室 然后才找位置坐下来 同学们 请问句子中有几个动作 能同时完成吗? 还是有先分顺序的可能呢? 句子中有两个动作 一是进了教室 二是找到位置坐下来 这两个动作都不能同时完成 必须先进了校室 必须先进了校室才能找位置 所以这便是承接副句 这里是一些承接关联词 由 先 请同学们记得 关联词是连接两个分句的桥梁 它能让句子变得更通畅 让你写的奏文变得更顺畅 好 让老师来为你们画一些承接关联词的重点 使用承接关联词的条件 第一 必须有至少两件或以上的事情 二 所有的事情不能同时进行 三 事情能分先后顺序 好了 本章完结 请学生们把分发的习题完成 另外 请利用承接关系和转折关系 关联词分别造出各三个句子 甲齐后交上 利用所交的成语各造一个句子 也是甲齐后必须交上 多喝水 注意健康 我们下期见 Señora 出品 请 请 请 订阅